现代人终是饮食 少有少盐 品尝食物的原味成了首要之选 在乌日地区有一间欧陆餐厅 就特别选用台湾在地食材 融入到西餐当中 没有过度的调味 要让民众吃的健康又美味 而其中这一道 卤烤海鲜墨鱼之炖饭 更是市议员吴琼华的最爱 透过镜头带你一块来看看 店家的秘诀 一元一元中午时间了 你要带我去吃什么美食 肚子饿了 好 我带你来我们乌日有一家很厉害的 我平常也很喜欢过来吃的 美生食盐馆 走 好 走 走 好 其实我领下的是 卤烤海鲜墨鱼之炖饭 老板详细的介绍餐点 这家环境优美的欧陆餐厅 究竟藏着什么好吃的秘密 让一元来到乌日 就首推这间餐厅呢 其实我饭吃很少的人 可是来这边 我几乎整盘都是吃光光 因为它的米食是我们在地的乌龙米 以外呢 老师刚好特别介绍 你看这个小麦啊 好特别 所以它的口感吃起来 不会完全都是白饭那种感觉 那海鲜 我本来就很喜欢吃海鲜 非常的新鲜 所以这个口感真的很好 剥紧墨鱼炖饭 郑重一元的胃 另外一道苏烤香草带骨猪排 也是店内的招牌 老板特别严选台湾在地产销履历猪肉 并在上头来撒上香草面包粉 来增添口感 一口咬下外酥内软 层次分明 难怪客人都指定这一道 那因为实际上我自己本身的主秀就是西餐 那我又很希望可以融入我们台湾在地的一些食材 把它带到西餐的菜药里面来 所以我们餐厅用的高达大概百分之 将近九十的百分比都是用在地的食材 包含我们餐厅里面很特色的一个炖饭 我特别在开店之前到了农会去逛了一下 发现其实我们乌日农会有一款米 它是参加农粮鼠的比赛拿到金牌 那我们实际上把它采购过来试用 发现效果也是很好 小达人从小就对餐饮有兴趣 不只一路就读餐饮系到后来还回母校成为西餐专任老师 在因缘际会下学生竟然变成同事 因为西餐自己本身 我自己在高中求学阶段是没有这么接触的一个领域 那就是刚好想说老师这边就是后来开了一间店 然后刚好又是有这个缘分可以一起来这里工作 所以就想说就算因为西餐这种东西 我自己本身比较没有经验来这里之后 我就是接触到还蛮多的 那我就觉得不管什么东西 我们就是多去尝试多学一下 在亦师亦有的老板指导之下 从前菜到主餐甜点三人流畅的风工 成为彼此最佳的伙伴 而食材部分老板也坚持严选台湾在地的食材 就是希望多加推广台湾优质农产品 这么用心的经营也难怪这家欧陆餐厅成为在地议员 及民众的口袋名单 记者赖秋风装饰亭台中采访报导 提供 Stockholm 解دة 报导